哈喽大家好我是阿伟 那么今天 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现在市场哪一些机比较好走 哪一些机比较受欢迎呢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 因为目前我们自己认为 我们在出的机 像11波马斯这款机子也是非常好出的 现在也就5000多一点 但这种机 不挑电池的电池低的 真的5000多就可以拿到了 那么这款机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用 因为它屏幕是6.5屏 然后是三个摄像头 变焦各方面还是比较好 然后像这种机 是A11的处理器 目前在市场 如果你打游戏啊 或者玩其他 都是非常好的 都是没有影响的 不会说卡机 所以目前像这种机 在市场还是非常受欢迎 有很多朋友在问 那干嘛 11那么保值呢 不拿11呢 其实11你用起来真的没有这一款机那么好 可是11它那个比较便宜 比较颜色 各方面比较多人喜欢 所以才受欢迎 因为很多年轻的人都会选择一些比颜色比较多的一些机 比如说像X2 像苹果11它就有五年六色 但是像这种机 11 Pro Max就没有 它只有绿色 黑色 还有一个白色 还有金色 就只有四个颜色 但是11就不一样 10亿有很多颜色 那么今天主要跟大家推荐的这款机 还是在市场 目前还是比较好 比较受欢迎的 还有11 Pro也是比较受欢迎 那么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